破旧的街道 来了一辆豪华小轿车 大家都好奇 谁家能有这样的有钱亲戚 挤在门口看个不停 来的人不是亲戚 是孤儿纯职界的生父 本想着学习少吃的纯职界 看在钱的面子上 也会跟自己走 没想到上次半路就逃了回来 这次来 他要和收养纯职界的书生说清楚 第一 纯职界学习很好 你有能力供到他上大学吗 第二 你自己都一事无成 朝不保夕 就别拖累孩子了 随即男人拿出一塌钱 总共五十万 算是对书生的补偿 书生咽着口水 秘书把钱塞给他 男人起身 拉着纯职界走 男人和秘书问他 是嫌钱少吗 书生怯懦地大喊 这世上有比钱更重要的东西 这话让男人觉得幼稚 拉起纯职界就走 纯职界挣脱开 说自己不走 生父以过来人的口吻说 待在这种穷地方 你会后悔的 门外的街坊 一开始起哄 让男人别强人所难 快滚回去 没想到自己为儿子着想 却被当成坏人 男人暂且走了 他让书生答应一件事 给纯职界正常孩子的生活 否则他还会来 书生懦懦地答应 男人接着说道 我不相信在这个社会上 还有比钱更重要的东西 看着男人的小轿车史丽 书生一脸迷茫 他不怀疑自己的笃信 但他又无力争辩 因为穷人对钱的嫌弃 总被当成笑话 一段时间后 纯职界看见书生的同学会请柬 书生本不打算去 因为知道会被取笑 纯职界可是把书生当偶像 在纯职界的劝说下 书生打起精神 去了同学会 结果还没到地方 就被驶过的汽车 溅了一身水 等他狼狈地赶到酒店 门童拦住他 要邀请函 书生拿出来 擦了擦上面的屋子 正给门童看 却被一个人撞掉 还没捡起来 又被第二个人踩了一脚 恰好这俩都是他的同学 根本没注意到他的存在 在一旁自顾自的 把他的落魄 当成了见面的谈词 那叫一个兴致勃勃 如此喜人坏 艳人好 同学会 还有什么好参加的 书生落寞地回去了 屋里坐着纯职界的老师 将他拉出门外 说纯职界因为没交午餐费 即使免费给他 他也不吃 老师希望书生 帮忙交餐费 送走老师 书生质问纯职界 给你的餐费 弄去哪了 纯职界不想说 书生一再逼问 他只能实话实说 餐费埋米了 书生很疑惑 米先单独给你了呀 纯职界说 米三个月前就涨价了 书生又心痛又生气 可对他的打击还没结束 第二天两个街坊在舞厅 看了一场清凉的表演 回来后迫不及待地告诉林姆 书生喜欢的不美 现在是舞厅的招牌演员 三个人正讨论着 要不要告诉书生 书生就站在他们后面 既然如此 三人劝书生把不美追回来 书生哪有这个气魄 暴躁的林姆看不下去了 拉着书生就去舞厅 硬是把他推向前 可一听到门响 书生转头跑过来 躲在电线杆后 出来的正是不美 一个丧无的有钱男人 想要娶他 来了好多次了 这次想要不美给个答复 不美也累了 模棱两可地说 或许真该同意你 男人高兴不已 不美转个身又说 再等等 男人竟假装怒人的责怪不美 老是这样 不美萧和和地送走男人 在一旁的书生眼睁睁地看着 林姆也不劝他了 只一个穷子 书生就彻底败给了那个男人 两人刚回到街道 书生又被拉去纯职界的神父那 他已经听说纯职界没午饭吃的事了 他告诉书生 现在都如此 等五年十年后 他上高中上大学 你又拿什么供他 书生犹犹豫豫 求对方再给自己一次机会 自己一定证明能抚养纯职界 男人不想多说了 他要去旧金山谈生意 希望回来时 书生能给出证明 飞机从书生头顶飞过 巨大的轰鸣 让他听不见其他 这事件确实有比钱更重要的东西 但必须有钱才能证明 第二天早晨 书生决定了 要投稿纯情杂志 向借穿奖发起攻击 借穿奖是确立信任地位的文学奖项 纯职界对书生能重拾斗志 高兴不已 对门的有志阿姨问他咋了 他把这个消息告诉有志 有志未表支持 暂时担负起书生 还有纯职界的吃喝问题 就在这时 有志家来了一门亲戚 是林木家一个哥哥的女儿 因为哥哥生意失败 女儿梅家要暂时住在这里 为欢迎梅家 家里特地吃了顿火锅 可他却因为涮的是猪肉 不是牛肉 而先不正宗 转过头又说电视太小 看见旁边的六子 说自己不愿和佣人睡一起 气氛一时尴尬 有志刚解释 六子不是佣人 梅家气得拍桌子了 大小姐脾气是一点不改 一平不惯他 说我们照顾你 你还在这挑三拣四 真是屁事不懂 梅家被气窟上楼了 林木命令儿子去道歉 一平刚说两句 就看见梅家的二十四色彩笔 两人争抢起来 彩笔撒了 里面都是铅笔头 一平不识时机的嘲笑一番 说原来里面都是破烂呀 梅家被戳到痛处 大小姐的脸面被撕破了 直到他没吃饭 夜里六子特地给他准备了一个饭团 梅家硬挺着不吃 可到了半夜 他又悄悄的拿过饭团啃了起来 六子当然明白 初次寄人篱下的不适应 几天后大家去洗澡 梅家嫌弃是大众澡堂 死活不去 一平捂着鼻子说他都臭了 这才把梅家逼下来 洗完澡 一平突然感觉梅家漂亮了 不过男的更要面子 还是要调侃梅家 身上的灰是不是堵了下水道 梅家回道 最讨厌你这种不贴心的人 过了几天 梅家看着纯职界洗衣服 转过头有人在打扫 有人在售卖 大家都在干货 他突然感觉 或许这才是生活的样子 进屋主动帮有志阿姨洗碗 他走后 一平跑到纯职界跟前 问贴心是什么东西 两人还真是天真无邪呀 此日一平又看见一个小子 在自家门口 他还是聪明 一下就猜到对方是来找六子姐姐的 大喊六子出来 六子出来 好久不见 这是一块出来打工的五智 问起工作 五智知识误了两句就走了 可他还是时常出现在这条街道上 向街坊打听六子的情况 这天放假 老板娘给六子做了一件漂亮的洋装 让他穿出去见同学 美加也收到同款 乐得合不拢嘴 临出门时 五智像个背景板一样悄悄站在后面 六子顺利见到同学 逛了街看了电影 分别时听同学说 五智因为别人嘲笑他的口音 已经不学厨了 在外面混了 六子吃惊不已 很快到了夏天 一平和小伙伴四处游荡 突然看见美加一个人在搞什么 悄悄的围过去 是一只可爱的流浪狗 这成了几人之间的催化剂 关系一下就融洽了 另一边的书生还在埋头创作 不美不停地收到丧五男人的鲜花 姐妹们也知道 她迟迟不决定是因为一个小说家 姐妹们都等着见证爱情呢 可另一边的一个姐姐却说道 别傻了 咱这一行还想什么爱情 她真诚大名鼎鼎的小说家 咱跟着也只会给人家添麻烦 一句话让不美心凉了半截 就在这时 书生的闭关结束 她的作品写完了 林木一大早刚好碰到开门的书生 书生问她会不会看自己的作品 林木说那东西我也看不懂呀 书生黑黑一笑 不出几天 小巷里一辆车接着一辆车的来 原来书生的作品入围绝选 报社真相来采访 书生自己却被吓晕了过去 另一边的姐妹们也告诉了不美这个消息 不美慌慌忙忙地去书店 拿起最新一期的纯情 要翻开时又想起那个姐姐的话 不美又把书放下了 笑自己有缘无分 在借穿奖揭晓的前几天 吴智突然跑来给六子送了礼物 六子抓着机会 问吴智是不是在做坏事 吴智说那都是过去的事了 现在找了新的工作 六子教育吴智 说对面的书生就是坚持不放弃 才成了借穿奖候选人 他让吴智也好好干 终有一天能成为了不起的大厨 几天后 林木和街坊 在旧关讨论书生能不能得借穿奖 三人都不爱看书 自然是瞎说一通 突然一旁的陌生男人说道 他相信书生能得奖 林木三人把男人拉到书生那 原来男人是借穿奖评委 他还死后不愿和入选者见面 林木硬身按住了 林木对书生说道 这个松下评委说了 得奖需要硬实力和软实力两方面 咱硬实力不缺 接下来你懂吧 书生不想搞这些阴阴狗狗 林木指了这俩老伙计 说我们大小也做了几十年老板 人情事物 不比你懂得多 在林木差点动手的劝说下 书生拿了所有的钱出来 见不够 林木跑回家又拿了钱 六子也表示支持 掏了钱 林木逼着两伙计都入了火 松下评委给书生许夏苑 借穿奖非你莫属 另一边的林木家 一瓶摇晃着存钱罐 不灵不灵的声音 让他开心不已 去东京塔的票钱其实是够的 一瓶只是想用作其他 很快到了借穿奖揭晓的前一天 有了得奖的底气 林木带着书生去舞厅找不美了 结果不美此时去家里找了他 书生一直等 不美的同事告诉他 不美已经决定嫁给大阪的丧偶男人了 别怪他选了有钱人 终究是要生活的 另一边的不美一直等到天黑 不见书生回来 还真是有缘无分 不美离开时哭到不能自已 他想在他的人生中 再也遇不见这么好的男人了 天黑时书生终于回来 纯直接兴奋地告诉他 不美阿姨今天来了 还做了咖喱饭 书生自顾自地往前走 他想忘了不美 可转头的一瞬 看见了那个戒指盒 打开里面有张纸条 写着谢谢你 书生久久地愣在原地 第二天正午两点是开讲时间 可街坊们一大早 就开始给书生庆祝 也有记者赶来 纯直接的生父也来了 都在默默地等着两点 书生接过电话 连说话都不利索了 可得到的结果却是落选 林木不信又把电话打回去 要找松下评委 对方回复没有叫松下的评委 这时他才知道被骗了 街坊们也都默默地散了 与此同时 六子哭着带回来舞制 就在刚才 武智在街上扮成工人 以老板跑路 拿物体工资的噱头 卖了一堆假钢笔 刚好被六子看见 在武智和老大分赃时 六子又发现 老大就是那天的松下评委 他之前告诉武智 书生入选借穿奖 没想到武智男儿这个消息 就和老大给书生设了套 这一件件事 让书生觉得自己真可笑 幸好没脱离不美 此刻不美也准备上车了 之前的姐姐送了他一件礼物 打开后发现是书生的那部作品 这边纯直接的生父 要带走纯之介 他对书生说道 螺旋是你没才华 被骗更是愚蠢 认命吧 我会在工厂给你找个工作 林木听不下去 冲进屋里 拿出书生的作品 说自己看哭了 他不在乎什么借穿奖 这就是好作品 有着看丈夫手里的书 他也买了一本 六子也买了 街坊们也不约二童的都买了 大家都说这是好作品 几个人让男人现场看 另一边的不美也在看 这是他和书生的故事 出乡时的轻浮 再见面的善良 了解后的真诚 相爱时的深情 书生细致而用情地描述着 最后书生说道 世人都不了解你 而我又着意表达 或许只有放手才是爱 但我又自私地想听着你的声音 看着你的脸旁度过一生 读完这个故事 不美早已泪流满面 纯之介的父亲却说 故事太天真了 结尾的终身眷属 不会实现 书生不反驳 是该送纯之介走了 纯之介摇晃着脑袋 就在这时 他看到不美阿姨回来了 书生说 自己没拿奖 可能一辈子都这么窝囊 可能不会给你幸福 可能只是想保护你 却又做不到 不美不等他说完 就冲了过来 他不需要保护 他不怕他窝囊 甚至不怕不幸福 他只怕这一生 再也遇不到这么好的男人了 纯之介的父亲看到这一幕 独自走了 因为他看到了 比钱更重要的东西 几天后 美家的父亲来了 看着女儿突然懂事了 他高兴不已 工作稳定了 这次他来接走美家 相处了快一年 美家很是不舍 一平准备了礼物 却不好意思送出 六子替他叫住美家 一平跑过去 是一盒二十四色的彩笔 他存钱 就是为了买这个礼物 贴心到底是什么 一平终于知道了 甚至还知道了伤心 西洋怎么会让人伤感呢 不管明天后天 还是五十年后 总会有人看西洋 温暖依旧 那个人是你 是我 也是他 哪里 赶新 我是 小 云 Batt